你们知道华为Mate系列手机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手机行业引领者的吗? 2013年,华为第一款Mate的手机正是亮相 6.1英寸的屏幕,4050毫安的电池 或许在现在看来并不算什么 但是在当时可是妥妥的旗舰配置 也正因为如此,华为Mate系列商务家旗舰的基调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紧接着第二年,华为Mate 2就带着麒麟910处理器与消费者见面 然而就在Mate 2发布半年之后 新一代的华为Mate系列再次登场 但这次的产品喜好却直接跳到了Mate 7 为什么从二跳到7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确认的是 华为Mate 7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硬件配置 却有着巨大的提升 全新属的机身,更清晰的屏幕 而且还加上了当时非常罕见的指纹识别功能 因此Mate 7毫无意外成为了Mate系列第一个大包款 紧接着Mate 8,Mate 9,Mate 10相继发布 他们每一代都将技术创新四个字贯彻到底 Mate 8的性能跨越式增长 Mate 9开始与相机厂商合作进一步发展影像 而Mate 10则依靠强大的性能敲开了能工智能的大门 如果说上面的这些还只是亮变 那真正让华为Mate系列作文高端市场的质变 就发生在下面的这台机器上 2018年,华为Mate 20在万众期待中增长 全新的麒麟980处理器 来卡影像,屏内指纹,3D结构光,石墨性夜冷散热 这些任何一个放在其他手机上都是网榨 但是Mate 20却集齐了所有 华为双城销售额8秒破亿 足可见这台机器在当年是多么的火爆 接下来从Mate 30开始,华为逐步带领整个手机行业 冲上了5G的快车道 Mate 40则进一步在芯片和影像上发力 超大文件闪传,AS幕,质感支付等创新 让智能手机的使用体验卷出了新的高度 回顾着近10年的时间 华为Mate系列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 到现在可以与国际大厂正面硬钢 可以想象华为为此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汗水 这无一对于整个手机行业的发展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在不久之后的9月6号 华为Mate 50系列将会强势回归 Mate系列能否延续之前的传奇 并继续带领整个行业进行突破和创新 我们拭目以待